美乐蒂是继Hello Kiki后 在三立欧家族中诞生较早的明星之一 他是一只带着粉红色头巾 配上蝴蝶结或花斗为装饰 与骷髅米同样是女性兔子的玩偶 这形象不但使美乐蒂看起来更呆萌无害 同时也是三立欧第一只以兔子为造型的卡通明星 在今年的三立欧肖像大伞中拿下了第六名 大家好,我是穆煌 这期将为大家介绍三立欧家族中最知名的明星之一 美乐蒂 1月18日这天象征着孩子般的单纯与天真浪漫 也是美乐蒂的诞生日 由于创作初期是以小猴帽为原型设计的 所以最早也以小猴帽来称呼 到了隔年才正式替他命名为美乐蒂 有关他的动画 最早登场于1987年美版的Hello Kitty's Furry Tale Theater 这是一部以Hello Kitty为主角 集合当时各三立欧明星而成的卡通 起初是针对美国市场而制作 所以在画风上略带有点美式风格的味道 后来以美乐蒂为主角的日本OBA动画 则是登场于1989年美乐蒂的小猴帽 故事以小猴帽的童话为主 讲述了美乐蒂与大野兰的故事 在动画中 美乐蒂的头巾就是由奶奶替他编制而成的 不过美乐蒂的人气 其实在1980年后就开始沉寂了下来 即使后续有周边商品和这两部动画的推出 能无济于事 一直到了97年 美乐蒂在杂志投票上突然受到日本女高中生的爱戴 成为除了Hello Kitty之外最受欢迎的角色 至此以他有关的周边商品和玩具才开始热买 而官方为了进一步拓展他的魅力 就决定将美乐蒂作为基础 在2005年由他主演的《我爱美乐蒂就此诞生》 同时也因为骷髅米的出现 结果反而是美乐蒂更广为人知 在卡通中 美乐蒂的个性与任何人都能成为朋友 更把骷髅米视为好友 不过相反 骷髅米却将美乐蒂视为敌人 而他们都是生活在名为马里兰乐园的世界 这里的一切都是由人间的各种梦想所组合而成 只要人类没有梦想就会消失 与人类世界的捷径只能透过法国话来穿越 不过人类并不知道马里兰世界的存在 由于骷髅米和巴库从反行尸逃狱 还偷走了旋律钥匙和旋律行弓 前往了人类世界准备收集黑色音符 或许黑暗力量来创造噩梦 而美乐蒂被皇室误会帮助了骷髅米的陶狱 就被皇室派遣至人类世界 将骷髅米抓回来名不过错 为了对抗骷髅米的黑暗力量 还带上了旋律指挥棒 旋律糖果与旋律盒子三件宝物 让美乐蒂能守护人类的梦想来对抗骷髅米 三件宝物的功能分别为 旋律指挥棒可将物品赋予神明 用来破除黑暗魔法 旋律糖果则用来恢复物品的原样 旋律盒子用来收集100个粉红音符创造梦想 另外美乐蒂那把可飞行的雨伞 是马里兰居民的飞行交通工具 在官方的设定上 美乐蒂的个性单纯又天真无邪 而且很容易健忘 常常因为无意的行为惹入了库洛米 导致她非常讨厌美乐蒂 不过美乐蒂却不理解 为什么库洛米会讨厌自己 美乐蒂因为太像王偶 也曾被误当成海绵被拿来洗尘体 另外美乐蒂只要被拉扯到耳朵 就会马上晕倒 美乐蒂非常擅长做家务和料理 手艺皆由她妈妈所教 而她妈妈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但通常一开口就是毒舌 好きな人が振り向いてくれないんですって 甚至曾用毒舌就破解了库洛米的黑暗魔法 どうしてズバッとこくれないの 父親のパパでさえできたのよ 育児にしな そんなことじゃ 怒るが先生の年まで寂しい毒素男になってしまうよ 在卡通的第二季中 由于之前忠惠一使用黑暗魔法的力量 差点毁灭了马里郎而被判了兔娥之刑 当美乐蒂与旋律指挥棒搭配新道具召唤她时 忠惠一就要变成兔娥假面协助美乐蒂 想当然的 忠惠一对变身兔娥假面非常的反感 其实美乐蒂有一个弟弟 名叫栗子姆 但由于人气太低 所以渐渐的在摄影当中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此 谢谢大家